小周周 已經兩歲能跑能跳了 但是周董和昆琳 從來沒有曝光過他的正面 四個多月大的兒子 Romeo也一樣保護得滴水浮露 之前周董在IG 用小周周的背影照療粉 預告公開上眼罩 沒有期待就沒有傷害 偏偏范薯和大姐一樣 回觀做得小周周的正眼罩 結果只等到了助理大名的 預兆一張 當大家一臉失望的時候 周董又PO了一張正臉的嬰兒照 但說是朋友的孩子 周董 我到底還該不相信你 你再騙我 我就unfollow你 昨天是周董夫妻拍米月禮盒的日子 收到禮盒的桃子姐手滑 上傳的帶有Romeo銅像的禮盒照片 意外曝光的Romeo正眼罩 Romeo彼此傾停的下巴接接的眼睛迷得成 真的一條線應該是個大眼boy 誰說嬰兒都長得差不多 原本以為的小小周應該長這樣 但看了Romeo明顯昆林的基因更勤大一點 中國下了禁盤令後 戲劇圖節目裡很多韓星 只是被消失就直接被上了馬賽克 據上會單戰傳起大亨的女主 戲份重道沒有辦法剪掉 所以知情方只好找來另一位女演員 直接劈塗在女主臉上 讓這部劇復活了 整部劇女主完全就是另一個空間的存在 臉色總是比其他同志的人來得鮮艷顯色 怪異的頭部線條和比例讓人很出息 還P圖P上癮 一輛車P了兩個方向盤 粉絲的P圖計時都比你們好 加上女主和對手的視線永遠不對焦 眼神飄逸的程度簡直像在看陰陽相合的人滾齊 而且你大哥他脾氣就是這樣的 這女主持得一個獎項的確定 一個人而空氣演了對手戲演了三十集 真心不容易啊